芒果王牌综艺浪解4火热来袭 整个娱乐圈也跟着热闹起来了 主流媒体点赞报道 网友自发推荐 社交媒体热搜不断 各大音源平台数据抢眼 芒果再次拿捏住了观众的喜好 来到第四季的浪解 除了舞美、阵容、赛制、宣传等方面全面升级外 最重要的是主题进行了升华 突出大美中国、乘风而上的概念 33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姐姐 跨越年龄、国界与语言的障碍 展现了更多元、更丰富的能量与爱 浪解4一宫舞台 33位姐姐开启同阵型PK战 龙泉叮叮当当 吻别分别拿下各自阵型的第一名 表现可圈可点的家人 在9个舞台中票数垫底 一宫中获胜的三个小组全员晋级 谢娜、艾雷、卢靖山保留成风创始人的身份 同时黄丽玲、知福和刘希君也获得成风创新人的身份 根据赛制 带定的六个小组中 人气排名靠后的四位姐姐暂别舞台 他们分别是陈冰、唐伯虎、王嘉宇和凯丽 本季赛制有一个特别的变化 新设立双升危险位 一宫舞台27位姐姐直接晋级 排名第28的许晋韵和排名第29的陈一涵命运绑定 并落作危险位 两位姐姐通过小考决胜 胜出的姐姐才能参加下一次的公演舞台 浪姐四一宫落幕 33位姐姐的个人喜爱度排名也新鲜出炉 总体来看 几家欢喜几家优 刘亦云逆袭成黑马 人气排名第一 艾雷、谢娜、刘希君紧随其后 人气四巨头初步行程 初舞台过后伙爆出圈的美伊里亚 一宫的人气排名第5名 公演中有着亮眼发挥的卢靖山、知福、珠珠、瞿莹等 姐姐都拿到了不错的排名 公演出现严重失误的徐怀玉排名第27名 最后卡位晋级 而吉娜、李沙明子、谢欣等姐姐的排名并不理想 刘亦云拿第一 人气四巨头形成 作为女团成员的刘亦云 个人整体实力比较突出 但一宫舞台团队表现重规重矩 芒果在练习式环节安排了完整的故事线 各种衍生节目也同样给足了刘亦云画面 让人想不到的是 刘亦云在一宫舞台的人气排名直接逆袭拿到了第一名 风头直接盖过Ella、谢娜等人 作为女团天花板SHE的成员之一 Ella自带光环出场 品牌商纷纷抛出橄榄枝 芒果也给足了排面 出舞台成绩排名第一 一宫带着叮叮当当小组再次拿下第一 个人的表现有目共睹 在33位姐姐中 Ella国民度足够高 有代表作 唱跳也完全在线 最关键的她自带综艺属性 不仅能够给团队注入能量 也能带动姐姐们的气氛 主持人、喜剧人、舞台能力者等身份自由切换 拿下第二名多多少少有点遗憾 不过Ella依旧是本期节目C位的最有力争夺者 从主持人转变成参赛者 谢娜在《浪姐4》中贡献了话题热度 但也承受了更多的质疑 一宫舞台过后 谢娜所在的小组全员晋级 但是这个成绩也带来了很大的争议 谢娜因为用力过猛而登上热搜 从现场投票结果来看 谢娜的国民度让她的人气居高不下 人气排名第三名 这个结果也在意料之中 谢娜目前承受很大的压力 热搜对于她来说是把双刃剑 她接下来需要用舞台来证明自己 从初舞台到一宫舞台 刘希君的整体表现比较稳定 Vocal实力可圈可点 刘希君的粉丝基础同样很强大 人气排名第四也是很好的佐证 目前来看 刘亦云、艾雷、谢娜、刘希君四位姐姐 已经形成初始人气四巨头 他们有高人气加持 拿下最终的成团位没有太大的问题 美伊里牙排第五 徐怀玉卡位晋级 浪姐四出舞台 美伊里牙凭借一首《极乐净土》脱出重围 甚至直接带动了节目的出圈 美伊里牙之所以备受宠爱 除了自身能力过应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不得不提 那就是观众苦于那余太久 假唱、修音、自我吹捧的艺人太多 需要美伊里牙这样的实力艺人来整顿一下 义工舞台 美伊里牙继续稳稳输出 她和宫灵奈演绎的花海满满惊喜 舞台所传递出来的女性力量也格外能打动人 遗憾的是 花海最后的票数不理想 美伊里牙一宫的人气排名第五 现场观众低估了这位宝藏姐姐 相信美伊里牙在三宫舞台会迎来人气大爆发 与美伊里牙同组的宫灵娜 一宫舞台的表演感动了无数人 技术和情感都无可挑剔 可惜的是 宫灵娜输给了人气 最后排名仅第14名 与个人的舞台实力严重不匹配 一宫舞台出现重大失误的徐怀玉 最终排名第27名 差一点就坐上危险席位 徐怀玉在公布结果环节泪洒舞台 她直言自己一直都有一种愧疚感 觉得对不起所有的姐姐 这个场面看得让人很心疼 除此之外 吉娜 李沙明子 汪小敏 谢欣等姐姐在一宫舞台 都有高光时刻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他们咖位低 存在感弱 表演也没有打动现场观众 最后的人气排名都不是很理想 四人刘一汉 多位黑马姐姐逆袭 浪姐四一宫落幕 27位姐姐顺利晋级下一阶段的比赛 陈丁 王嘉宇 凯丽和唐伯虎四位姐姐遗憾止步 总的来说 小透明王嘉宇和凯丽的出局在意料之中 这也符合浪姐系列节目投票的传统 没人气和咖位加持 注定就是陪跑者 陈斌和唐伯虎两位姐姐让人意难平 明明都有超强的舞台实力 公演舞台也留下精彩的作品 但最后都败给了观众员 希望节目组能够开启复活赛 给这些宝藏姐姐一个翻盘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 卢靖山 猪猪 曲颖 知福等姐姐在一公舞台表现突出 节目过后也成为大家热议的焦点 姐姐们的硬实力也感染了现场观众 最后在票数上得到了反馈 四位姐姐逆袭成了黑马 人气排名全都进入前十名 浪姐四播出吸引了众多目光 尤其是当第一次公演结束后 网上关于姐姐们的讨论登上好多个热搜 姐姐们的人气也在节目播出后 有了不同的改变 一些原本看好的姐姐 反而并没有达到预期 而一些姐姐则显露出了黑马的姿态 这一季展现出了比前两季都要好的状态 播放量和讨论度的高涨是有了点低级的影子 浪姐的IP依旧表现得如此给力 而在节目中 许多观众也因为姐姐的表现吵得不可开交 这里面徐怀玉的还真的可能走上黑红的路线 原本在节目没播出之前 徐怀玉曾是不少人期待的姐姐 而在一公录制结束 网友爆料徐怀玉滑水后 很多人觉得徐怀玉是在浪费翻红的机会 再加上一公播出后 节目剪辑几乎将徐怀玉的进井剪完 不少人觉得徐怀玉可能难以再翻红了 但从现在来看 徐怀玉很可能拿了一首黑红剧本 等着之后翻转 据龚琳娜最近的动态透露 他表示徐怀玉最近状态很好 而且训练也很认真 想来是打算在后面的公演好好表现 毕竟徐怀玉本身唱功没问题 多练习舞蹈是很容易上手的 反而是一公徐怀玉的队友贾静文 如今的人气反而没有太大增幅 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 贾静文作为第一届宅男女神 虽然拥有很高的国民度 在节目没播出之前也是前三的人气姐姐 但节目播出后 节目的观众跟宅男群体存在些差异 不少女性观众似乎并不care贾静文 从目前的热度和讨论度来看 贾静文的表现甚至还不及依公滑水的徐怀玉 再加上贾静文本身确实唱跳都不太行 在节目中除了努力 其实缺乏一些被观众认可的点 张嘉妮其实也有相同的问题 两人虽然在没开播前被看作是 节目的门面担当 颜值姐姐 但唱跳都不算是两人的特长 而如今贾静文因为缺乏话题度 已经有点掉出第一梯队的意思 甚至因为义工的恩怨还被不少粉丝吐槽 在前不久的一些爆料中 更有人说节目组最后没让贾静文出道 当然这种爆料消息 看看就行 还有这么久的时间就爆料出道人选 大概率都是自己编的 而像人气不高的 还有孙岳 瞿颖等人 虽然是圈内的老人 但因为缺少些粉丝 在节目中的表现也没有特别亮眼 缺乏话题度 网络人气表现也一直不温不火 甚至在外网的播放量统计中 孙岳单人出舞台表演 要排在所有姐姐中垫底的水平 而这里面也有比较稳定的姐姐 比如谢娜 刘希君等 谢娜在刚开播前是最被看好的姐姐 基本是稳定占据一个出道名额 到节目播出后 谢娜虽然有争议 但依旧是高人气的姐姐 刘希君同样如此 节目播出前后 人气的变化并不大 这次节目前后 人气变化最大的 自然是美伊里牙 出舞台吸引了二次元群体后 美伊里牙的人气就如火箭般窜身 一公跟龚琳娜一起表演的花海 再次被不少人称为 是最近几季的经典表演之一 结果因为舞台票数输了 不少人都在为美伊里牙鸣不平 为此还登上热搜 因为美伊里牙 龚琳娜老师也得到了不少的关注 算是吃到了美伊里牙的福利 最近小八还看到有美伊里牙的粉丝表示 如果小美不能走到最后的话 就转头支持龚琳娜老师 既有实力 人也有趣 当然节目播出后 姐姐的热度都是有些许增长的 只是如今分化的比较明显 这次增长的比较多的 还有曾可妮 刘亦云等比较不知名的姐姐 这次浪解四 你认识了哪个姐姐 或者说又重新认识了哪个姐姐呢